拿到這點報告目光一掃 看到基酸肝這個數字 咦?好像有點高 心裡是不是立刻噔了一下 慘了 我的腎臟是不是出問題了 更讓人摸不著頭緒的是 有時候你的基酸肝明明顯是正常 醫生卻還是語重心長的說 你的腎臟要多留意哦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為什麼數字正常 醫生卻還要我擔心 而基酸肝數字稍微高一點 真的就代表腎臟壞掉了嗎 今天我要分享一個觀念 判斷腎功能 不要只看基酸肝 而是這兩個 你可能從未注意過的關鍵指標 保證讓你耳目一新 甚至許多非腎臟科的醫護同仁 可能都不太清楚哦 我會用最簡單清楚的方式 帶大家認識真正評估腎臟功能的兩大關鍵指標 以及如何正確的解讀它們 這支影片或許不像那些吃這個食物這個食品 就能降基酸肝的標題怎麼吸引人 但我跟你保證只好花15分鐘 你將能像腎臟科醫師一樣 正確解讀你的腎臟抽血報告 不再被單一數字所困擾 並且知道如何採取正確的保護措施 嗨!大家好!歡迎來到 匡快醫師的頻道 我是腎臟科匡快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 我一直強調 極簡護腎 護腎並不複雜 我們不需要依賴神奇的產品 或繁瑣的療法 只要簡單的改變一些生活習慣 就能守護腎臟健康 點擊說明欄下載護腎手冊 用最簡單的方式讓腎臟更健康 首先什麼是肌酸肝 簡言之 它是肌肉代謝後的廢物 主要經由腎臟過濾並由尿液排出 理論上血液中的肌酸肝濃度越高 可能暗示腎臟功能下降 這看似合理 但關鍵在於 這個數值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干擾 第一個誤導 肌酸肝數值高度取決於個體的基礎物 例如一位20歲肌肉發達的年輕男性 他的肌酸肝可能高於一位80歲 肌肉量較少的老年女性 其實兩者的腎功能相同 因此單看肌酸肝數值 如果沒有考慮到年齡、性別、肌肉量 難以判斷它的真實意義 第二個誤導 肌酸肝數值變化的意義 取決於其原始基準值 舉例來說 當肌酸肝數值偏低時 即使是微小的上升 也可能代表腎功能顯著下降 例如肌酸肝從0.4上升到0.6 看似只增加了0.2 但腎功能卻可能已經下降了20% 然而當肌酸肝數值已經偏高時 同樣0.2的上升量 例如從3.4上升到3.6 腎功能下降幅度可能只有1% 因此單憑肌酸肝數值的 絕對變化量來判斷腎功能 往往不夠精確 而且容易產生誤解 相同的數值變化 在不同的基準線水平上 所代表的臨床意義截然不同 正確上考試同樣是進步20分 但從40分到60分是大幅進步 從80分到100分的1就不完全相同 因此單獨解釋基酸肝 不僅容易受到個人特質的影響 而產生誤判 微小的數值變化 也可能隱藏著顯素的腎功能衰退 這也是現代醫學不再僅依賴 基酸肝作為腎功能評估的原因 既然基酸肝的準確性有限 那麼醫師真正在意的是哪一個指標呢? 答案就是腎絲球過濾率 你可以把腎絲球過濾率 想像成腎臟的工作效率分數 更精確地說 它代表是腎臟裡負責過濾血液的腎絲球 就像咖啡機裡的濾質 每分鐘能夠過濾多少毫升的血液或水分 這個數字反映了腎臟目前的運作功能 腎絲球過濾率就像你的腎臟考試成績一樣 但它的滿分不只100分 可以超過100分 一般年輕健康的成人通常會在90分以上 分數越高表示腎臟的過濾功能越好 分數越低代表效率越差 可能需要進一步的關注 那麼這個分數是怎麼來的呢? 腎絲球過濾率是用一個計算公式推算出來的 它會考慮積酸肝數值、年齡、性別等因素 這樣就能避開單看積酸肝可能出現的誤差 更貼近真實的腎臟功能 而因為是用公式推算出來的 不是直接測量 所以醫學上更精確的說法是 估計腎絲球過濾率 英文是Estimated 跟我們Ruler Filtration Rate 簡稱EGFR 然而臨床上為了避免大家混淆 我們一般還是會直接說 腎絲球過濾率 根據醫學標準 如果腎絲球過濾率 持續三個月以上低於60 就符合慢性腎臟病的一個診斷條件 所以 下次你看到健檢報告的時候 請不要只看 基酸肝這個數字 記得找出腎絲球過濾率 因為它才是更準確 顯示你腎臟工作效率的關鍵指標 這邊提醒 估計腎絲球過濾率 終究是估計值 若你的基酸肝和腎絲球過濾率的結果出現落差 或數值處於臨界值 醫師有時候會加測光蛋白C Cistatin C 這個指標較少受肌肉量影響 可用於計算另一個腎絲球過濾率 以更精確的評估真實腎功能 只看腎絲球過濾率其實還不夠 想要更完整的評估腎臟功能 就絕對不能忽視另外一個關鍵指標 尿液檢查 特別是尿蛋白 你可以想像腎絲球的濾網 就像一個非常非常精密的過濾網 正常情況下 它能夠把像蛋白質這種大分子擋在網子裡面 不讓它們漏到尿液裡 如果尿液中開始出現蛋白質 就表示這層濾網可能已經有破洞受損 也就是腎絲球受損了 開始漏東西了 簡單來說 尿蛋白就像腎臟發出來的求救信號 表示腎臟正在承受過多的壓力或傷害 腎絲球過濾率告訴我們目前腎臟的過濾效率 而尿蛋白則像是未來風險的警報器 最重要的是 就算你的腎絲球過濾率 在 正常範圍內 如果尿蛋白已經呈現陽性 那可能是腎臟已經早期受損的徵兆了 而且尿蛋白越多代表腎臟壓力越大 未來腎功能惡化的速度可能就會更快 甚至比一般人快了好幾倍 提早進入末期腎臟病的風險 也會大幅上升 許多人在健檢看到尿蛋白 標示一個加或兩個加三個加四個加 這屬於定性或半定量的檢測 只是告訴我們尿醫中可能有蛋白 但並未量化 為了更準確評估腎臟的負擔和未來風險 務必要進行尿蛋白定量檢測 最常見的方法是尿蛋白與基酸肝比值 Uring protein to creatinine ratio 簡稱UPCR 單位為每克分之毫克 請注意這個重要的數值 尿蛋白除以基酸肝比值 小於150毫克每克基酸肝為正常 若超過500毫克每克基酸肝 則表示有明顯的蛋白尿 未來風險較高 需要積極的介入 另外還有一種比一般尿蛋白更早出現的警訊 稱為微量白蛋白尿 在糖尿病患者中尤其更常見 它指的是尿液中腎肉少量的白蛋白 檢測尿微量白蛋白與基酸肝比值 Uring albumin to creatinine ratio 簡稱UACR 更能早期發現問題 因此請務必同時關注你的腎絲球過濾率 它反映的是腎臟當前的過濾功能 和尿蛋白定量 表示未來的風險與負擔 這兩個指標同時看 才能真正評估腎臟的健康 接下來我們只了解數值還不夠 更重要的是 你的腎臟功能為什麼會下降 它是以何種方式受損 找出根本原因的受損模式 才能制定精確的治療策略 慢性腎臟病最常見的兩大元兇 分別是高血壓和糖尿病 這兩種疾病都會直接或間接損害腎臟的微血管 和腎絲球濾膜 我們可以將腎絲球比喻為一個微小的壓力鍋 某些疾病會使鍋內壓力升高 導致濾膜受損 而另一些情況則會導致壓力不足 血流受限 使得腎臟處於缺氧的狀態 第一種模式 高壓力型 這是最常見的 當控制不良的糖尿病或高血壓 會導致腎絲球內的壓力過高 在這種情況下 腎絲球如同被高壓水柱沖刷 濾膜就容易破損 尿蛋白量通常就會較高 治療重點在於積極的控制血壓血糖 並使用能夠降低腎絲球內壓力的藥物 如同幫高壓鍋血壓 例如可以給予ACEI、ARB這類的藥物 案例分享 我曾經遇過一位年輕時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 他的腎絲球過濾率尚可 但尿蛋白卻很高 這就是典型的腎臟高壓過勞警訊 即使腎絲球過濾率不高 但由於尿蛋白這個未來預告的警報器很高 我們便知道他的腎臟正在快速走向衰退 即使他腎絲球過濾率正常 必須要立即加強血糖、血壓和蛋白尿的控制 才能減緩惡化的速度 第二種模式是低壓力型 這種情況通常介於年長者或動脈硬化較嚴重的人 進入腎絲球的血管因為硬化而狹窄 導致腎絲球內的血流和壓力不足 此時腎絲球過濾率可能會偏低 但尿蛋白不一定很高 想像一下我們水龍頭的水量被轉小 若此情況下過度積極的降低全身血壓 反而可能會進一步減少腎臟血流 如同腺水導致腎功能惡化 非類固醇類消炎藥 也可能影響腎臟血流導致類似情況 尿蛋白的素質高低 有時候能協助醫師判斷你的腎臟屬於哪一種受損的模式 除了高血壓、糖尿病 其他可能導致腎功能下降的原因 還包含自體免疫疾病如狼腸腎炎 遺酸性疾病如多腦腎 特定藥物等等 我們應該要找出腎功能變差的根本原因 才是治療腎臟疾病的關鍵重點 醫學上評估慢性腎臟病的嚴重程度和未來風險 並非單獨考慮腎氏球過濾率或單獨考慮尿蛋白 而是會將這兩個指標綜合評估 一起來看 建構一個風險地圖 腎氏球過濾率是地圖的重軸 代表腎臟當前的過濾功能 尿蛋白則是橫軸 代表未來風險負擔 你的腎臟狀況便落在這張地圖的某個位置 這個位置決定了你的風險程度 以及需要採取多積極的管理措施 舉例來說 一位腎氏球過濾率為50 但尿蛋白很顯著的患者 他未來進入需要洗腎的風險 可能高於一位腎氏球過濾率40 但尿蛋白較少的患者 單純根據腎氏球過濾率的分歧 例如同為第三期 無法反映這種風險的差異 因此了解自己 腎氏球過濾率和尿蛋白構成的風險地圖上的 哪個位置 才能真正掌握你目前腎臟狀況有多嚴重 治療和管理是高度個人化的 一位80歲的長者 腎氏球過濾率可能在50多 尿蛋白很少 沒有其他症狀或併發症 腎臟超音波也正常 那麼對於這位80歲的患者 他的管理重點 可能不是積極的提高腎氏球過濾率數值 畢竟隨著年齡增長 腎氏球過濾率會自然下降 而是要維持現有功能 預防併發症 並保持整體的生活品質 反過來說 如果是一位40多歲的年輕人 腎氏球過濾率同樣都是50幾 卻明顯合併蛋白尿 這可能暗示潛在疾病正在傷害腎臟 如同早期糖尿病的腎病變 此時就需要非常非常積極地找出病因 控制病情 延緩惡化的速度 那我們腎臟功能惡化時 會有什麼症狀呢 其實腎臟是很能忍耐的器官 早期腎功能下降 經常其實不明顯 也沒有症狀 如同沉默的器官 當出現夜間瓶尿、下肢水腫 泡泡尿、血壓升高、疲倦等情況時 可能一定是腎功能下降的警訊 請務必要尋求專業的醫療協助 總結一下今天的內容 各位朋友 下次拿到健檢報告時 不要只在盯著急痠肝看了 起碼重點放在兩個更重要的關鍵指標 第一 腎絲球過濾率 BGFR 它代表你的腎臟現在的工作效率如何 第二 尿蛋白 請務必看定量的數值 它是腎臟承受負擔的指標 也是預測你未來進入洗腎風險的關鍵 最後請務必帶著你的報告 諮詢專業的醫師 尤其是你的腎臟科醫師 醫師才能根據你的病史、檢查結果和這兩個關鍵的指標 為你打造最適合腎臟的管理計劃 切記不要自己猜測 也不要親信未經驗證的偏方或單一實務疗法 學會解讀這些信號 積極配合醫師治療 並找出病因加以控制 才是真正守護腎臟的正確方法 及早發現正確面對 腎臟才能更長久的陪伴你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謝大家觀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們有所幫助 如果喜歡我的內容 歡迎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我是腎臟科寬寬醫師 一起關心你我腎臟健康 我們下次見 掰掰